郑俊鸿最近连续推出了多首剧集歌曲 每首都很受欢迎 为剧集18年后的终极告白和机场特警唱的主题曲 风格更是完全相反 不知道阿菲律自己又喜欢哪种风格呢 我也比较喜欢这个告白那首歌曲 因为我觉得朱宰他写得很适合这个剧集 所以我觉得特别好听 最近有这么多的歌曲了 自己的歌曲 有没有这个计划可以开收了 那希望可以呢 因为之前安排的演唱会也是要延迟到年底 那希望年底的时候可以开到演唱会 那除了演唱会就婚礼之前也延期了 那现在还好了吗 还好了 那希望还好了 因为我们也有很多的PR的朋友在帮我们 所以很多的难题都他们都帮我们 对 表演的部分我们帮你搞点 对 我们就赞助 赞助你几首歌 不收你钱 对 然后人情方面也不收 谭佳怡在剧集《小魔第二点灵》中 饰演精灵莉莉 可爱之余还很喜欢玩伴佳佳 而现实中嘉宜最近也一展手艺做蛋糕 因为莉莉的角色呢 我就脱不出来 所以她就教我做蛋糕 她是蛋糕高手来的 对 然后呢 她就教我了 然后我做了之后 Post了小码的时候呢 就很多人就跟我说 生日快乐 就很大很大的一个误会 对啊 不是你生日 所以不是我生日 就是我做来就看看谁生日 就送给他咯 那是个很重要的人嘛 你要送给他耶 我就不知道 我已经放了一些货车啊车子 对 都没可能是送给我自己啦 对啊 明显是男生啦 虽然在520这个那么特别的日子 周志康和林诗杰要为金歌金曲开工 没有陪老婆庆祝 不过他们也有趁机向老婆表白 520 没错 我爱你哦 好爱你哦 好爱老婆了 又会跟他庆祝吗 我不会啦 因为我们其实之前有一个约定就是 我们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庆祝 而且怎么说呢 有钱就省着吧 现在 对 那你呢 有没有跟太太好好说 其实我跟她的很不一样 因为我是打开心窗的那一个 我太太是比较封闭的那一个 所以我经常 我每一天都不厌其烦 跟太太说我爱你 然后抱着她 因为其实有小孩之后 其实她的爱当然是会分别小朋友 对 我就被冷落了 但没办法 就是应该的 就小康康 因为我们的 我的目标是 要我们的家庭很幸福 我知道她很辛苦 因为要照顾小朋友 然后家务啊等等 所以我现在就不停地做家务 也是我看到Tim经常就会tag她 然后她有帮我做家务 就是为你的生命着想啊 她是给我压力 因为她不po上去这个网上 我就可能真的不做了 哈哈哈哈